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8日 今天看到美国之一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中美关系 说是南华早报在8月2日刊登了一篇报道 说中方已经放弃了与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理想 专而承认中美关系的竞争的本质 报道引述一位未居民的消息人的话说 习近平认为应当丢弃美中关系 能够回到过去的幻想 我认为习近平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将面临着什么 因为五毒所这个事是个饶不过去的一个麻烦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正在恢复数据 也就被中共给它删除的数据 你为什么要删除 这些恢复的数据肯定不利于中共 这一点毫无疑问 习近平所以他应该是面对现实 所以这篇文章讲到 引述了一个有关的一些媒体人士 或者专家的意见 说是拜登政府上任半年多来 其完全延续川普政府对华政策 以及联合盟友给中国施压的做法 令中国上下感到失望 我认为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 并不是说川普的问题 也不是拜登的问题 是习近平的问题 习近平在继续的倒行逆势 那肯定了美方就不可能改变态度了 是吧 因为春节过后 春节那期间 拜登给习近平打电话 还拜年嘛 是吧 当时海外舆论纷纷指责批评拜登亲共 甚至说他因为儿子的事 而会和中共进行勾兑等等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价值观和中共不一样 对不对 中共继续在香港这个群返人权 军事妄罚 那美国肯定要表态 中共继续在新疆和这个 实行着种族灭绝这套东西 说反人类这套东西 镇压这个维吾尔族少数民族 那美国肯定要表态 中共继续在南海这个地方 要无仰威的 是吧 那肯定美国也要表态 毫无疑问 等等 所以这个事不能归罪于这个美国 更不能归罪于国际社会 能联合这么多的盟友 那证明是共同的认识 不是一两个人 是吧 所以这篇文章一看 就是站在这个南华早报的立场上 总共的立场上讲话 所以本人认为 这个外界所期待的 也就是说有些人期待的 这个是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 到了拜登这个时期会有所改变 甚至这个关税会取消 我认为这个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是吧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是病毒怎么来的 这个问题 也就是死掉这60万人 人要给你找个说法 这个问题 拿到日时日程上来了 也就是说再过个十几天 这个就核盘脱出了 谁都躲不过 你看现在美国参众两院 很多议员是吧 越来越多的议员认同了 严利翁的报告 尤其是这个海量的 这个被删除的数据恢复之后 你想这样出现什么问题 所以本人认为啊 这个中美的关系啊 走不过去了 将来未来的这个 要发生这个冲突 这个是绝对是难免的 只有冲突打败了中共 中共才能认 才能认 他只认这个东西 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是你再有良好的愿望 也没用啊 那么今天这篇 美国之音这篇文章 讲到的是 如果中国和美国 不在今年之内找到 比如说 把关税停了 是不是能够达到一种协议啊 到了2022年 自身国内的政治 美国的中期选举 和中共的二十大 在任何情况下 双方都不可能 对对方做出任何让步 所以今年 如果中美关系 没有大的变化的话 明年 可能双方就得过苦日子准备 然后到2023年再说了 他这个其实就是 站在中共 我认为他站在中共的立场上 在说话 不会到2023年 我相信中共 维持不了那么久 随时都可能就崩盘 至少也是习近平本身的跨台 被政敌整下去啊 这一点毫无疑问的 有没有20大都是 都我认为都是悬念啊 你看现在正在开这个北戴河会议 肯定元老们和新贵就在争吵不休 那么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什么 你是要习近平还是要战争 就这么简单 是吧 人家只要论证是 死掉20万是因为中共发动一场 像严厉梦讲的 这个超限战 生物恐怖主义的话 你想人家能饶了你吗 是不是 就别催牛了 所以说这篇文章讲到说 还有一个窗口期 窗口 就是10月份在意大利举办的 集团腿的峰会 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6月份曾表示 白宫正着手安排拜登总统 和习近平在这个期间举行的会晤 我认为就看你病毒这个来源就包括什么内容了 如果说是无意的泄露 那就证明习近平低能 愚笨 那即使这样习近平也不接受 是吧 那么如果中共呢有个良好的态度 比如说让习近平辞职 李克强派系 比如说这个 这个能够胜过习近平派系 那可能就说不定还能有机会见见面 那见的不一定是习近平了 是不是 我认为在现在这个基础上 双方这个剑拔弄张 在病毒的问题上 这个中共不但不认错 这个接受国际社会的 这个第二次的这个 到皮斯实验室的调查 反倒是 并做很多的谎言 指责美国是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实验室 德特保里搞出来的 那美国肯定是 不可能和他见面 对不对 这点毫无疑问 因此这篇文章我认为 他的观点明显是 站在中共这边 不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 给我的感觉是拖延战术 讲到什么 拖到2023年再说 没有那么悲观 我相信 他只要是查证属实 这是中共搞的这个生物武器战争的话 他的反应将是非常强烈的 也是非常迅速的 非常那个文尊狠的 不是开玩笑啊 你看看这个伊拉克战争就知道了 是不是啊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伊拉克政权是怎么这个垮掉的啊 所以美国这个拥有这个传统这样一个国家啊 绝对不会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呢 这一点是不要抱有任何的这个幻想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